某一個面 因為我們上面已經有投影了 只要有投影的部分就可以做台階 我們先選到面 記得先選面 我們看到右邊那邊 就台階這個工具 就變這樣子 我們點了台階之後 好來看一下 我們是選擇我們要台階的那個線 然後這個方向呢 是指我們要在哪一個方向 要留下的東西 虛線的表示我們是要留下來 但是我們現在應該是要留外面的東西 看一下這個箭頭 反過來所以外面面的虛線 所以我們就可以挖一個洞出來 那裁切 仔細聽這邊 裁切除了有投影的物件 投影的這個物件 可以做稱好以外 它還可以有另外兩種開切方式 第一種 第一種就是 虛擬的面 請問一下這裡有哪一些是虛擬的面 我們說過了橘色的部分 咖啡色的部分就是我們虛擬的面 我們也可以用虛擬的面來做裁切 我們來 先看一下 我們把這個面 再做一個基準面 我們把這個面稍微移動到 有跟這個圓柱體產生交接 有產生交接 然後產生一個新的面 我們要做什麼呢 先點一下這個面 一樣用裁切 然後我們這一次我們就不點任何的線 而我們點的是這個虛擬的面 然後有沒有看到它一樣還是有一個箭頭產生 我們選另外一邊 然後打勾 我們就可以利用虛擬的面來做裁切 因此這個虛擬的面 我們上次有教過這個虛擬的面的技巧 你不管用什麼方式去產生 產生一個斜角 或者是兩個面 你都可以 所以第一個是投影的線 第二個是虛擬的面 第三個是實際的面 我們一樣從它的上面 再做一個炒會 這一次的炒會呢 我們做一個 我們做一個 我們做一個果圓形 打勾 然後一樣我們利用引生的指令 引生的指令 把它引生成麵 因為我們上次說過了 我們上次說過的實體跟面沒有辦法加減 所以我們打勾 產生一個新的面 產生一個新的面 然後我們一樣點舊的 立舊的曲面 裁切滾出來 然後我們要怎麼裁切呢 我們利用一個新的面 來做裁切 所以我們不點虛擬的面 我們也不點投影的線 而我們點一個虛擬的 我們點一個那個實際 我們剛剛產生的曲面 來做裁切的動作 當然因為我現在是用引生 所以它是直直的下去 但是當你如果是用 譬如說 那個叫做 可變結面掃描 它就可以變得裁切得很自由 所以我們打勾之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主面 我們就可以得到 我們把我們引生的這個東西隱藏起來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面被我們剛剛那個 隱藏起來這個面 裁切了 所以裁切有三種 來自行練習一下 實際有給他們做